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我們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也是一個開放的大學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我其實一向演講都沒有簡報 就是我都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我當然有一些影片 有一些素材 有一些網站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會講什麼 其實完全是看大家想聽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手機的話 麻煩連到這個網站 sli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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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示範一下 你現在連到slido.com之後 它就會問你要輸入一個今天的日期 你就輸入1110 然後按這個綠色的加入 那輸入之後你就會看到一個 類似聊天室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聊天室它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 而且可以是匿名的 那通常呢我們在辦這種演講的時候 如果要求大家是舉手發問 常常呢就是舉手的人比較少 或者是問的問題都很有禮貌 但是呢如果是匿名的發問呢 而且不用舉手 反正大家都在看手機嘛 就會收到很多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因為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就是很歡迎大家在上面就是 那我現在假設呢幫他去按個讚 他這樣子呢這邊就會多一票 然後呢我呢這個就會說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表示我正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處理這個問題我就是也是說嗨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那也就是說這個的目的就是說 不是說我們好像用一個電腦或用手機 是把我們的注意力從這個演講裡面帶開 相反的大家的手機呢都是這個演講的一部分 那我會講什麼題目你們想聽什麼呢 就是從這個東西來決定 那因為我們今天沒有接音源線 所以我通常演講一開始我會放一些影片 來解釋我做的這個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我會放兩支影片 那這兩支影片呢因為沒有這個聲音的關係 所以我待會兒就會用OS用口白的方式 稍微配一下音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放 那第一個呢就是在我剛上任不久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賀歲片是在農曆年的時候 去解釋什麼樣是一個開放政府的概念 那下一部的影片就是我們已經開始 運作開放政府一陣子之後呢 我們挑了一個實例出來 去解釋開放政府運作的一個實例 那所以呢概念先嘛 我就先放一下概念的這個影片 然後呢這個影片呢我盡量把聲音開大 但是其實麥克風可能錄不到 所以我還是這個必要的時候稍微配一下音 那我就放放看好不好 對他受不到你 不好意思 有位電視機前呢 把媽媽也在探訪嗎 裡面就說 嗨 怎麼看得到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點 今天呢 我們要用VR也不要用餐廳投影 就是呢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樣做一道美味的開放天菜 好的好菜考慮 好不多說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呢 要做出好菜的第一道工序 國外工序深選食材 大家好記憶 雖然會在廚房發生的事情 都要開放話 才能夠聽得起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會大家 什麼的食材 請電話看 一個 高湯就是用洋蔥、葡萄、青菜一起投入 還有七七十個小時 然後再用工夫、菜頭來查高湯的深度 等一下等一下 我告訴你,我媽媽教我們家的八美食 這個湯裡面一定叫有蔥、薑、蒜、辣椒、花椒 要先炒過,再放那個中調 八角啦、小妹啦、小妹啦、小妹啦 蒸什麼蒸? 別再蒸啦!讓線上正在參與公共政府開放直播的網友來告訴大家 蒸什麼? 站在一起做就與平台大火鍋不就行了 笨蛋 他後面有說笨蛋嗎? 這食材真新鮮,是誰負責的啊? 是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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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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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火鍋最重要的就是沾醬了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通上! 呃…沒事 诶 这个素食可以吃吗 那这个猫舌头发胆可以吃吗 诶 这个乳糖不耐可以吃吗 诶 这个减肥可以吃吗 大家放心 我们火锅制定的过程 不但从最先起就纳入了各界的专业意见 而且呢 在过程里面也会照顾到 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的群体的生意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全民的腰围 幸福指数达到最大级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开放的火锅 食材的料理方式都公开在里面 参与的关系人都可以尽情的发言 再配合逐字稿的发布 让外界了解料理的过程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吃到这么开放的火锅 要是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啊 没有关系 不怕吃不到 现在就上 这是农历年的时候拍的第一部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slider 目前只有一个实质的问题 就是问我在双十一购物节 是不是有一定要买的清单 没有 因为我自己对消费不是很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没有觉得一定要买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 事实上我还知道有一家 好像专门做一个社会企业 还是什么一个生机环保的一个店 他专门在双十一修馆 因为他不想要大家这个过度购买 这个也是一个逆向行销的一个思考 大概是这样子 刚才这个影片里面提到的那个June平台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网路上面去提一些想法 然后让政府去做 如果有五千个人的话政府就一定要回应 但是如果没有五千人的话 政府觉得这个不错 比方说有人是 大家知不知道散瞳剂 他是那个点在眼睛里面会有点刺刺的 但是那个可以让近视比较恶化 有时候眼科医师会做 但是呢其实像小学生 就是最会视力恶化比较快的那一段时间 如果你这个觉得他有假性近视 医生开散瞳剂 据说啦十个小学生里面有七个 会跟他家长说有点 但是事实上没有点 因为很不舒服 我自己也点过 真的很不舒服 好 那但是呢 为什么会不舒服呢 他不只是点那一下刺刺的 而且会未光 就是说他看到那个太亮的太阳的时候 眼睛会很不舒服 那在新加坡呢 前几年大概五年前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像散瞳剂对置近视的好处 然后呢实验呢 大家知道要做实验组跟对照组嘛 对照组就是说 他点一些安慰剂 好像人工类液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那这边是点散瞳剂 然后去看他对近视防止的效果 那可是呢 安慰剂如果你点的是人工类液 他根本就不会刺痛 所以说呢这就没有什么 就是那个如果他有心理作用的话 是测不出来 所以呢新加坡那边呢 就把这个阿卓聘就是散瞳剂 把他稀释到品尝的十分之一不到的剂量 理论上都应该要没有效果 但让他点当做对照子 后来发现这样稀释过之后 他也不会味光 他就一点刺刺的 但是呢对预防近视还是有效果 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验是 这个科学家他不小心发现了 就是说你散瞳剂稀释之后 还更有效果 或者至少一样有效果的这个事实 所以说呢就有人在这个公共政策 这个平台上面去提案 说希望我们国家赶快来生产 这种这个稀释过的散瞳剂 这样子这个大家学童的这个 近视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这个是一个很专门的题目 它没有凑到五千人 好像只有几百人 但是卫福部呢跟其他部 会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就优先处理 我们就大家这样子面对面 然后确定怎么样之后 现在他要证也发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点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题目呢 就是我们一般国家 中央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不会去想到的 因为这个是很新的 国外的 然后是关心这个的人才提得出来 这种东西就是提点子里面呢 我们常常看到对我们施政 很有帮助的一些 或者像我们五月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知道有报税嘛 那大部分人用的一种电脑叫Windows 但是呢如果用iPad 或者用Mac 或者用Linux 这种不是Windows的系统 报税是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呢事实上呢 有一天完全报不到税 同样的也有一位朋友 提了一个叫做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这个提案 然后呢这个 他就是一个觉得说 我如果不用Windows的话 我几乎报不了税 这个不公平 没有数位平权 同样的道理 财政部呢也不是 好像是这个很防卫型 他就是说对啊 我们真的不懂 那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做 后来就发现这个联署人 这些人呢 其实是专业的设计师 所以呢 他一来我们讨论讨论 我们就聘请他 派开了三四个工作坊 去规划明年的报税软体 所以明年报税呢 就会很顺利了 也就是说 每次有人在抗议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 刁民啊 报名啊 而是说他们知道一些政府 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然后让政策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平台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提点子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大家提的很好的主意 这边都是我们会有具体的回应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叫做重开奖 就是我们所有的法规命令 在提出来之前 都会在这边预告六十天 那法律案呢也会在这边呢 基本上也会加于预告 那预告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可以来留言 最后就是所谓的来监督 来监督就是院 行政院列管的这些重大的政策 所有这些部会的 很多跟大家都很有关系的 像是这个什么金门大桥啊 或者是说这个污水下水道计划 长期照顾计划 高雄机场 桃园机场 连外捷运 什么第三航夏之类之类 这些计划 这个都很有关系 那任何人呢都可以在这边 叫金门大桥建设计划 你如果点进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他这个 他的这两条线就是执行进度 然后跟预算的执行率 就是他每个月每个月钱花了多少 他发了哪些标 然后做了哪些事情 但如果这边有学这个 会计或公共行政的朋友 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累积预算执行率 这条橘色的线 他是永远不应该往下掉的 他应该是每个月都花更多钱才对 那为什么他会往下掉呢 所以呢 底下就有一个留言板 就有位访客留言说 图是不是有错 那虽然他的这个拼字 可能不是很规范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所以呢 这个底下呢 我们这位金门大台的承办 就回应说 因为厂商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经费限期改善 这个没有成效 我们六月终止契约重新发包 他把钱图回来了 所以这个才会有这样子的一条线 那以前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预算视觉化的系统 其实关心的人 他可能打电话 可能写信 可是回信的人 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呢 他这样一回所有人都看得到 你在Google上面打一下关键字 以后他就不用重新回 所以从承办的角度来看呢 他也省了很多离弃 所以呢不管是我们的重大的建设 我们法规的预告 大家自己提的点子 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不断的让就是政府跟人民中间 可以有所对话 这个平台呢运行了一阵子 最近呢蛮火热的 有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议题 因为这边我们可以按照那个 复义数的多寡来排序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有两万多人正在复义 说对于酒驾累饭等等要用边形 这个是目前很热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也已经排了时间 要去跟提案人以及五位联署的朋友 实际来讨论说他们想要怎么做啊 什么之类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 任何事都可以讨论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讨论的 那下一个就是前瞻计划的育儿白宝箱 的这个经费不应该花 应该拿来当作 幼儿就学的托育辅助 那这个我们也已经联络提案人了 而且提案人虽然这个 觉得发现说卫福部的经费 不能随便拿给教育部用 这个让他很失望 但是至少卫福部已经在检讨说 这个经费是不是真的需要用 那下一个就是 我国应该调整时区到GMT加9 然后他的下一个就是 我国应维持加80区 反对时区到GMT加9 那这两个呢加起来一万六千人 那这位提议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的名字叫水晶八起 显然就是不想我们知道他的真名的意思 好那但是呢 我们就有联络这些提案人 然后这一万多人 那我们回应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次回应的时候会说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会打电话给提案人 来厘清他的想法 接下来一个月之内 我们会公开议题相关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两个月之内 我们会正式的回应你的诉求 然后呢如果呢各个部会 负责开放政府的人 对这个有兴趣 如果这些跨部会的应题 他就会说唐凤 现在准备在11月24号就快了 就邀这两个不同的提案 各三个人 就是提案人跟两个复议人出席 一共六个人 大家面对面想要改时区的 跟不想改时区的 一起把事情谈清楚 然后呢他们觉得会影响交通 我们就约交通部 会影响股市 我们就约金管会 他们觉得会影响谁 我们就约谁 然后大家一起面对面 把这件事情谈清楚 那大家就会现在有个质疑 就是说这是不是很浪费行政成本 来讨论这件事情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16000人都感兴趣 就好像这些人订了我们的电子报 他们平常只能可能看一些媒体片段的讯息 但是我们如果见一次面 开一次会 把所有大家的问题都一次理清 那这个呢 对大家的这个教育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 我们就拍了另外一部片 我们每次协作会议 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放这部片 那这部片的一个特色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真的在联署平台提了一个案 叫做沙威马是一种动物 然后呢它会自己一直长肉 你把它串在那个竿子上面 只要不要碰到沙威河还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逻辑啦 但是它就会一直长 那因为它串在那边还是活的 所以呢就是虐待动物 然后违反动保法 什么之类的 那有一位朋友在这边这样子提案之后呢 他当然被驳回了 这就跟这个我们应该跟外星人建交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提案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回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一案呢是很适合拿来协作的 所以呢我就把它救了回来 然后呢我们用模拟的方式 除了它并没有通过五千人之外 因为被驳回了嘛 其他都是真的 真的有人提案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就是会可以告诉我们说 从你开始联署 到我们处理完这个案子 它的顺序是什么 太残忍了 这样虐待动物 糖果不用负责吗 我决定要上网零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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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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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跟任何這些事情有什麼關係 可以有什麼發現 動物保護的部分的話 因為牧場裡面的畜牧場 也基本上屬於經濟動物 所以這兩個禮物都跟我們合同會有關 所以我想我們就來擔任球材機關 先別查看 其實木人常常說 可能是關於事實上的整個位置 然後發生了一個環境管理會 然後的經驕储物 不愛什麼的專訊 發育民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確定到警察的尺寶 把相關尺寶的細節 可以肯定我們警察的遺境 第一名 因為這個確實也是燒得很厲害 接下來是不是 我們來上一種 廣東的規則 有主權的 什麼 問題也好 我們可能就是來做一些做的工作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帶來我們來到這個 看到這個沒有人的肉貝 我們看到最近正在燒的這個案子 的提案人員 是其他的意向關者 還有我們跟無謂的流浪人們 其實都齊聚一堂 來這邊進行討論 那雖然這個提案用的是 叫齊聚性的字 我自己也非常關心的保護 但希望我們先能夠放開心 就用用聆聽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跟今天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怎麼進行程度的作為 大家早安 我是張羅伊旺瑞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會進行的流程語訊方式 就是從問題盤點 歸納定義到這個 正正腐敗的發展 所以的目的就是說 因為如果越多人 能夠在營這樣子的聯繫 那就越多人會去反應 然後實現這樣的建設 大家好我是蒂艾瑞 大家好我是這個PTT 做得來的相應 大家好我是官報盤相應 我是在於夜市翻上的 我們談判 大家好我是老公部的P.O 大家好我是成功的P.O 不是都會弄好客的客廠 你們現在PT的搖籤 稍微好是一個阿拉伯的肉類的商品 也大量的使用國產在地的事態 現在有整理出來 大家有七個問題 這邊已經有說 他給你一些解決辦法了 有沒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其實他有提供就業不到的值得 台灣就業中 我為他今天想在這裡 去幫我們當地 幫助這些廠商做一些 從業安傾銷 每個市場其實都會更支持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藉著資訊來幫你做 假設你之後真的 有種類似稍微碼這種東西 稀有的東西出現的話 你這樣查去到底 是不是有足以足夠去幫我們 這個做現實力 今天實在是稍微碼的一題 是由我們來主辦 那麼在各位樂部門的賢助之下 希望我們今天很高興呢 就是我們的 提案人生立太相關人都出席了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就做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 經過大家的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統整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今天所有的卡出呢 都可以上傳到我們的 數位大本照片 公公今天所有的理會者 能夠在 後需要你的時候 可以照顧的參考 謝謝 謝謝大家 在這個星期五 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大家彼此對焦點 達到彼此的理解 那今天呢 我們排隊 除了一個 不會具體可以協助的事項之外呢 我也看到說 我們會需要發揮一個 希望到來 進行這個現實 所以說 我在請請您的政務會 一下我跟院長 以及其他生活人員們 討論一下 是不是很開心的 傳播出 可能用一個 微電影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發生 這些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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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OK 雖然是真的蠻無厘頭的啦 但是裡面的每一個環節都是真的 好 但是我想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像那個近視的藥品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計畫管理法案 在前面剛剛稍微有捲過去的一些題目 像那個國產車的撞擊測試 那些其實都是多年 懸而未解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是這樣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去把它解決掉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實際做協作會議的一些方法 那當然我待會可以再多舉一些相關的案例 OK 好 來我們來看 終於有真正的問題了 沒有 剛剛那個雙十一姐也是真正的問題 OK 有一位Calvin想問說 對於Join平台的議題趨向瑣碎化的現象 請問我們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們現在Join平台到現在大概剛好兩年 那這兩年的狀況很不一樣 其實 我當政委的這一年 就是最近的這一年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嘛 Join平台上面已經接近五百萬個自然人 在用Join平台 那是非常非常多人 人次已經超過千萬人次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說 對公共政策有興趣的會上網的人 多多少少應該都開始上去過 那第一年不是這樣 第一年的時候其實是人是蠻少的 然後另外一個差別就是說 第一年裡面有具體回應的案子 都是單一部會的 他一碰到大部分的跨部會的案子 就會部會推來推去 而且呢 主責的這個部會 他只能回他管的那一小部分 然後呢其他呢 他就是解釋問題 他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平台的公信力呢 一直沒有非常非常高的主要原因是這個 那當我就是現在當數位政委一年嘛 我剛上任的時候呢 就建立一個 剛剛大家有看到 叫做PO的一個制度 簡單來講就是每個部會 都要推舉一組人 至少一個人 然後呢大家剛剛看到發言 旁邊就會掛他部會的logo 所以這個部會 跟一般不特定朋友溝通的時候 開放政府的時候 就是這個人或這個隊伍來負責 每個部會都有三十幾個部會 這個概念就是跟國會聯絡人 就是專門去處理立委 跟媒體聯絡人 專門去處理主流媒體 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位朋友就是專門處理 跟這種利益關係人溝通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我之前有翻譯過一個遊戲 叫做信任的演化 信任的演化 這個遊戲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如果兩個人 彼此之間一直有保持關係 我們就會合作 但是呢我如果呢 跟你只見一面 我們就分到揚鑣了 那我沒有道理要跟你合作 我當然可以盡可能的 把事情推給你這樣 所以就是說保持持續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每個部會 都有這樣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每一個跨部會案 他們碰到的都是同一群人 所以他們就不需要推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每個部會 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關的部分去把它想清楚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之前有一個自救會 叫做臉書購物什麼詐騙 什麼東西的自救會 這邊可能有朋友有聽過 有一陣子前面之前很熱的 就是說在臉書上你會看到一個專業 他想要賣你一個什麼磁碟 這個磁碟容量很大 可是只賣你五百塊 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 但是還是有人會去買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打廣告就是 Facebook有一個叫做精準廣告 他會特別挑 看起來就是會被騙的這些人 去下廣告 然後呢他這些人呢 這個傳了訊息給這個賣家 這個賣家看起來就很誠懇 還可以說獲到退款什麼 可是其實那個是一個機器人 總之這種他非常低成本的情況下 騙到了這個人 他就下單 下單他獲到付款 宅配放了之後 收了錢就走了 也不會等他拆封 他一拆封發現 是這個一塊磚頭 或者說他寫入EMEGA之後 就寫不進去了 總之是假貨 這個時候他回去一看 寄件人也沒有寫 然後呢他也不知道怎麼退貨 然後呢這個法律程序 非常非常的困難等等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被騙了 所以呢他們就組成了這樣一個自救會 然後呢就五千多個人來連署 說政府應該要處理Facebook詐騙的這個問題 那這位朋友問的是 利害關係人太多怎麼辦 我們可以看到光是內部的利害關係人 這一案就非常非常多 可以說是已經大半個行政院都被捲進去了 因為每個部會在關的部分是不一樣的 而如果現在是單一部會出來回這位朋友 他永遠都只能說 我可以解決你百分之五的問題 可是剩下百分之九十五對不起 不是我的權責 這個時候不但民眾感覺不好 這個部會感覺也不好啊 我們公務員不想要解釋問題 我們想解決問題啊 反過來講外面也有一些嘛 對不對 台灣宅配通 黑貓這些 然後包含電子商務的一些協會 然後以及提案人跟副醫人 那所以呢這位朋友他就是說 我試過了各種方法 全部都沒有辦法退款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這些人都邀來 到行政院一個很大的會議室裡面 我們開整整五個半小時的會議 然後去逐一的去確認 每一個部分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黃色是問題 每一個部分的建議是什麼 綠色是建議 然後呢每個部分部會可以做什麼 橘色是部會可以做的事情 裡面相關的法條或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藍色的部分 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困難是紅色 我們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我們盤點完之後呢 大家一起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 大家就面對同一個問題 所有的部會跟所有的厲害關係人 一起開始用這種貼便利貼 就是影片裡那個方式 去找出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分兩組 分別把這兩個問題的面向 都成功的加以解決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雖然這個很花時間 但是他只要花一次時間 每一個人在這樣子參加過之後 都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接下來物流業者 他就會要求他的寄件人 去填更清楚的資訊 而且他有汽車運輸業的這件事情 而且呢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交通部會去管 然後呢消保處可以做什麼事情 公平會可以做什麼事情 165反詐騙可以做什麼事情 官務署可以做什麼事情 在這邊都非常非常清楚 另外呢我們在這邊呢有一張新的卡 表示是有不在場的利益關係人 要做的事情 這個利益關係人是誰呢 就是臉書本身 我們這樣子討論完一輪是說 我們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事 每個都可以降低詐騙發生的機率 但是臉書有一個不實廣告檢舉機制 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 而且呢重點是電商工會都不知道 那麼我們的具體結論就是說 Facebook應該來加入台灣的無電面商業同業工會 它應該是當任何台灣公司一樣 在這個工會裡面去跟會打廣告的人 會去在網路上賣東西的人 去讓使用者知道怎麼辨識不實內容 而且加入工會去讓這個封鎖下架 以及Facebook上那個揮購購的確認機制 這三個中間的聯動能夠說服台灣這邊的其他的電商 然後呢用跟台灣這邊一樣的方法 很有意思就是說如果現在只是一個 好比像說警政署或者是說經濟部 他發個喊去跟Facebook 去說這個你要不要加入一下 Facebook通常是不理他的 這不是說Facebook很糟糕 而說Facebook他在全世界一天到晚都接到這種信 但是呢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方式 我去Facebook造訪的時候 我去矽谷找他們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找他們副總說 台灣有幾千人已經組了自救會 很清楚這些事情 我們台灣政府也沒有推卸責任 我們該做的就做了 就差你一個 那要不要來加入一下 這樣 然後呢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的那個政治壓力就比較高 而且他們也會覺得加入之後 不會當代罪羔羊 他們真的只做他們需要做的部分 所以他們就加入了 這非常非常順利 然後呢他們就加入我們這邊同業工會 然後呢也跟自救會的朋友呢 取得了一些這個共識 那這個時候呢整個問題呢 就一次就比較快速的解決 所以回應這位朋友的意思 就是說 利益關係人多 或者他的這個案子 好像是日常家常生活 瑣碎話 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雖然大家覺得什麼購物詐騙 點鹽藥水 什麼東西是非常拆米油鹽醬素茶的事情 可是正是這些東西 是我們在顯年度預算的時候很可能會忽略的 因為它是實際的社會現象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當然呢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這個目前最近成案的一些案子 我們只要去看它是在 階段是在複一階段 然後複一數是比較多的 像高中級國中小商科改成9點到15點 公文改成西元紀念 國防部設置收費靶場 全面禁止補售夾 軍人享有出國旅行自由行現在只能跟團 就是說大家如果對這些議題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會覺得很瑣碎 可是其實每一個都是長年以來 大家心裡覺得說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目前為止這個平台 還在很健康的發揮它的功能當中 這是一個具體的回應 有位朋友說很多沒有意義的提案也少人覆議 有沒有浪費資源的嫌疑 那跟這位朋友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在硬碟幾乎是不用錢的 然後頻寬也差不多不用錢了 所以說它其實並沒有浪費到什麼電 也沒有浪費到什麼硬碟都沒有 它唯一浪費的是什麼呢 是減合的人花的時間 就是他要花時間去看說這個東西 是不是行政機關才需要做的 然後分給各個部會 那我也很坦白的說 以前它只要減合一通過 它就會開始去找主責的部會 但是大部分的連署其實是不會承安的 所以很多部會就浪費很多時間 在處理到底這個案子是這個的還是那個的 所以我們最近有一個內部規則的改變 就是到了兩千人的時候 我們再去找哪個PO哪個部會負責 這樣子就節省行政機關的這個處理成本 反正大部分的應該不會到兩千票 到了的話那種一兩天就承安的 那也沒有差這一兩天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唯一浪費 就是部會的行政資源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用一些手段把它解決掉了 那除此之外其實放在那邊沒有什麼關係 這就跟任何網路的討論版一樣 我覺得大家把事情提出來討論 總比自己在LINE群組裡面討論要來得好 所以這個是回應 然後利益關係人太多 這個剛剛提過了 太複雜 這個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利益關係人 他不是在網路上的 我們舉一個很最近的例子 有一些朋友提一個案子 叫做澎湖的南方四島的公園 海上的唯一目前有開放的國家公園 要畫一塊區域 然後這塊區域裡面不可以去捕魚 他必須要做富裕的工作 那這一塊的利益關係人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中央部會跟地方部會的這個層級 就已經多到亂七八糟了 但是這才一小半而已 因為民間的這些利益關係人是更多的 字有點小可能看不太清楚 而且這些利益關係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沒有辦法期待他們會上網路 也沒有辦法期待他們在網路上面 能夠完整的去寫出自己的意見 那好在是什麼呢 這個不是iVoting 我們不是一個投票的平台 有五千人只是確保我們會討論這件事情 他不是說這五千人就比較大聲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提點子裡面都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人提出一個主意 他底下的留言其實是分成兩區的 左邊是說好棒棒 但是右邊是說好壞壞 那當然這個不管好棒棒還是好壞壞 他的理由都非常有創意 他不像說改成平成紀元比較好 武昌起義什麼 不是重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只有正面的意見 他也有反對的意見 而且我們把這個空間設計成 你如果不滿意其中一邊的意見 你沒有辦法去回應他 如果在Facebook或其他地方 你可以回應他 你就會浪費他的時間 因為他看到就會想要回應你 兩個人就開始在那邊吵來吵去 然後就會開始貼貓咪的圖片 然後就非常非常浪費時間 但是呢 在這個平台上面 你如果看他的意見不順眼 你唯一的方法是 你提一個很好的意見在對面 然後說服別人幫你把票投上去 你只有這個做法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把 最好的正面跟反面論點 我提這個例子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anyway 可以把最好的正面跟反面論點 把它提出來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他在線上並沒有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在第二件事情上面就是說 因為我們並不是公投嘛 不是I Voting 所以我們當發現這個案子 大部分的人他是在地的漁民 他是在地的村民 他可能是生活在南方四島的 這個離島的居民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就實際去了一趟澎湖 我們把所有這些人都飛去澎湖 然後我就自己坐船 坐到南方四島 直接去看那個海域 去跟村長聊天 去跟在那邊基調的 船調的這些朋友說話 然後呢我們就實際在澎湖縣政府 開協作會議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收到非常非常非常全面的意見 然後一起去做出一個共識來 這案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重點 並不是讓大家一定要上網路 網路是一個紀錄用的地方 等於是說我們去那邊 開了五個小時的會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利益關係 有人還拉白布條啊什麼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全部都把它直播 都把它錄影下來 然後每個人講的每句話 都做成逐字港 然後放在這個上面 放在這個上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規劃出行政院 對這件事情的立場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花錢這樣子做下去 或政策這樣做下去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才是最後的目的 而不是說 好像只有網路上一小群來決定 所以這個複雜兼顧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要用不管是滾動式問卷 不管是人實際去那邊 不管是大家就是 像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講話 但是有人錄影 然後整理起來之後 再給下一個人等等這樣的方式 去確保利益關係人 慢慢慢慢的過了一兩個月 都知道我們在討論這件事 而且也都有方法 把它的意見告訴我們 那這個就是我們兼顧的方法 有位朋友說 現在平台已經有一定人數使用 非常多人嘛 五千人次幾乎可以達成 是否需要調整門檻 我們現在發現 它的成案率並沒有提高 就是說要達到五千人 其實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並沒有很多成案的案子 目前一百零三案 然後以我的記憶 就是成案率 跟第一年跟第二年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我們第二年的人多很多 所以成案也多很多 但是你從一個提案 到它能不能夠到五千票的機率 這個機率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目前五千人 這個不需要改 我們唯一看到一個 就是五千人之後還一直往上衝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要往上衝的 就是這兩個案子 加八加九案 我們內部都叫八加九案 那個八加九這個案子呢 我覺得他們就算到了五千人 他們有一個動機 就是希望自己的連署人數比對方多 這個是 這個蠻特別的一個現象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註冊五十幾個 email帳號 然後來灌票 在別的案子 只要五千人成案 大概就沒有這件事情了 但是八加九這個非常的厲害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確實是有在討論 是說 是不是我們現在提案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你的手機的簡訊認證 因為這樣子我才知道說 你成案的時候 我可以打給你 去說你有沒有時間來開會 但連署的時候 現在只需要有email 不需要有手機簡訊認證 那當然這邊很多朋友知道 你要申請五百個email 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說 如果發現有這種灌票的情況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連署的時候 你也需要最一開始註冊的時候 先手機認證一次 你才取得連署的資格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灌票 因為一個人要辦五百個門號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你要有五百張 一千張證件 你要雙證件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就是說 用門號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那這個我們未來可能會修改要點 那同樣我們每次要點修改 也會在中央平台上先徵詢大家的意見 所以這個不是定案 這個只是說我們未來可能會去問 所以灌票這件事情 我們是要說的 另外就是說公眾利益 因為如果現在有五百個自然人 假設他沒有灌票 那我們一次回應 我就可以回答五百個人的問題 有五千個人 我就可以回答五千個人的問題 我如果不用這個平台的話 他們就是一個一個去寫部長信箱 或院長信箱 公務員還是要寫回答 而且還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這樣子一回 他也不會讓別人知道 別人也不知道我沒有回過 他們就一直在寫 所以怎麼講這個平台 都是省力氣的 只要這個人數有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並不代表公眾利益 但是他至少我們溝通的時候 可以知道更多利益關係的想法 而且可以省去重複索取資料的時間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再次聲明 這沒有代表性 就算兩萬五千個人說要編行 然後裡面反對的部分 只有兩千五百個意見 也不表示說 有十倍的正當性要做編行 他全部要做的只是說 這些人 讓我們能夠一次的去討論這件事 然後回應他 這樣子 各位朋友說 請問您覺得台灣政府 線上公開的資訊都是真實的嗎 為何資訊公開 或者這麼多不為人知的黑暗 這個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即使公開的資訊都是真實的 也不表示真實的資訊都會公開 這是兩回事 這個公開的資訊如果不真實的話 這是公務員登記不實罪 這個其實是還滿重的罪名 公務員基本上不太可能明知道一個數字是錯的 然後公開給你看 這幾乎不可能 但他可以知道這個數字是對的 但是不給你看 所以這個是兩回事 這兩回事要分開去看待 我們現在呢 在公開政府的資訊的時候 用的法叫做政府資訊公開法 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 政府在行政的過程裡面 除了有隱私的考量 營業秘密的考量之外 不然理論上應該是要公開的 但是這個隱私的考量 或秘密的考量 有兩個權衡的點 什麼點呢 我們就不翻法條了 我用這個畫的好了 就是說好比像說我現在有一些 有健保卡 或者有一些我的個人資料 我的個人的隱私資料 我們的個資 那個資呢 就是跟大家溝通一個觀念 它其實應該是我的 我去找政府的時候呢 只是政府因為 好比像說我要納水 或隨便什麼東西 我把資料放一份在政府裡面而已 這還是我的資料 它只是放在政府裡面而已 現在呢有人想問 欸我想要知道 這個台北市的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這個時候它需要一個統計資料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台北市所有人的這個收入 按照報稅資料 平均之後把這個數字提供過去 好 這個是合法的 因為你從一個平均值 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每一個人的收入是多少 所以這沒有侵犯個子 現在假設呢這位學者在問 我現在呢想要台北市 這個就是納稅納最多的前百分之十 納了多少稅 然後第二個百分之十 我要是它的十等地的這個集聚 假設我們現在又給了這個資料 它還是沒有侵犯個子 因為在納稅前百分之十的人蠻多的 然後你還是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但他現在說我現在不是要台北市 我是要台北市的某某里 裡面的這個前百分之十的納稅的人的資料 這個時候就開始出現問題 這個時候就不行了 因為說不定這個里 裡面有錢人就那麼一個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的納稅資料的那個錢給他 你就等於知道他去年賺了多少錢 所以這個概念就叫最小統計區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範圍夠大 你給統計資料的時候呢 他幾乎不可能 他機率非常非常低 他沒有辦法去反推裡面任何特定的人 但當你這個區率非常非常小 你給他的時候 他幾乎二分之一的機率 三分之一的機率就猜中了 那這個時候這個就叫做個子 這個就是間接識別 這是不可以給的 即使它是真實的資訊 即使它有公共利益也不可以給 好那這個是第一個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不可以給的一個太一樣 所以呢我們現在在推動的呢 不是把大家的報稅資料個資 給放到外面去去算 侵害大家個資 我們是每一次有人想要做研究的時候 他把他的這個統計的演算法 提供給我們財政部 然後呢財政部去看這個演算法 可能他這個公開的討論 發現說這個演算法 他真的不會侵害到個資 因為他的統計程度夠大等等 財政部自己來算這個演算法 算完之後 再把算好的沒有問題的部分 提供給他 好那這樣子的話 他釋出的是統計資料 就不是個資 那如果這個學者 他的這個提出來的統計方法 會侵害個資 財政部就不跑這個城市 也不會去侵害他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 對個資的一個基本的處理方法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叫做擬稿階段的公開 那這個是比較技術性的名詞 簡單來講就是說 行政院呢還在討論一件事情 還沒有決定 好 操稿 還在討論 好比像說呢 我今天早上 才跟一大堆部會 在那邊討論 我們澎湖從澎湖回來 未來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 就是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問題 我們有討論出很多東西 我們有做一個會議記錄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 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跟我們要這個會議記錄 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我們是不應該給他的 因為呢 我們行政院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說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 我們只是在討論 我們未來會開一個記者會 在那個記者會上 這個叫做定稿 這個才會提供出來 而且這個是真實資訊 而就算這個是真實資訊 因為我們還沒決定 那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跟我們說我們不可以提供 那但是呢 這位朋友就會 可能想要問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那等我們確定了 他比上說 舉例來講 十二年國教的這個課綱 或者是說以前的九九課綱 在微調的時候 他頒布了這個定稿 但是我想要知道他的程序 他怎麼來的 我想要知道前面開過幾次會 有哪些專家學者 這些擬稿階段的東西 當時不能公開大家都同意嘛 但是現在做成決定了 我能不能去問你的政策的履歷是什麼 你是開過哪幾場內部會議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寫的是說 如果對公益有必要的話 那得公開就是可以去公開 但是你要證明公開這個東西 對公益是有必要的 但是呢 誰來證明這件事情呢 對不對 當然就是當年開會的這些人 當年開會這些人呢 通常不一定會覺得 這個對公益有必要 所以他就會說 那我不想公開 那按照公務員服務法 長官 直屬長官 可以是他的下屬覺得沒必要 但他覺得有必要 所以他是可以說 好我要公開 但是他的直屬長官 只要覺得沒必要 那他的長官就贏了 他還是不能公開 也就是說 是一直到最上面 一直到院長 都要覺得有必要 或他能夠命令他的下屬說有必要 這個時候才會公開 所以呢 其實在擬稿階段的資訊呢 有點像是行政院 行政體系的個資 基本上是不公開的 是很少公開的 好 那但是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呢 有跟當時的行政院長林全老師 有做過一個牢固協商 就是說呢 這個協商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不會看任何國家機密 任何的密件到我的手上呢 我就送給我旁邊的餐食 我完全不看機密 但是作為代價 我所有開的會 所有參加的任何討論 我都認為 他的公開 對公益有必要 而且我預先就跟院長這樣講 好 那我是政委啊 我只有一個老闆嘛 我老闆就沒有老闆了 所以就是說這樣我跟院長同意 我參加的 我內部召開 我是主席的所有會議的主字稿 全部都可以公開 所以呢 這個就是剛剛影片裡面的那個網址 就是我們的PDES 的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就是我們的所有的記錄 所以我從禁院裡開始 我每次座談 每次訪問 每次有人來拜訪我 我們所有內部的會議 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的 包含我們討論澎湖案 所有的這些會前會 而且它的公開不只是你們平常知道的 就是有出席啊 有地點啊 有會議決議啊 記錄啊 討論摘要不是 而是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都公開 這個就是主字公開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我經手的政策 為什麼會變這樣 所有人裡面講的所有話 都是公開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特例 以我所知 全世界只有我這個部長等級的人 在用這種方法做事情 但是我想這件事情就是 證明給公務員看說 我們這樣開了會 大家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去把可能有爭議的這些詞修的緩和一點 然後再公開 對大家是有好處的 對大家有什麼好處呢 以前呢 這種政委或部長主持的會議 如果最後做出結論 會議裡面有人不反對 除非他辭職然後去爆料 不然這個人就等於是要幫忙背書 他會背黑鍋 那所有的政績呢 都是政務官的 但是如果搞砸了呢 都是事務官執行不利 所以對很多公務員來講呢 來開會是一件苦差事 那但是呢 我們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公開了 狀況就反過來了 如果現在呢 這個澎湖案最後出議的很好 記者就會回來 看到某一位 這位漁業署副署長 或者是有某一位海管處處長 他當時在幾年幾月幾號 講了那一句話 就是我們最後的政策 所以功勞會回到他頭上 這不是就 我不會被主席吃掉了這樣子 但反過來講 如果呢 這個東西到最後協調不成功 那因為反正只有唐鳳 在用這種方式開會 都是我的錯 好 所以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說以前是 公務人員他要這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俗語嘛 就是說有功無上打破要賠嘛 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是反過來 就是說呢 那他如果闖禍了呢是我賠 但是有功呢是他的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發現 公務人員突然就很勇於創新 然後呢很勇於提出 很多很先進的見解 因為他們知道說 反正如果這個 到最後失敗了 那反正是這個 唐鳳這個模式的問題嘛 那但是如果成功了的話呢 大家都會均分這個credit 這個他的好處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讓公務員的工作 本身是有榮譽感 就是說他利益關係人 直接跟他面對面 他解決利益關係人的問題 而且記者都知道 是他面對面解決了 利益關係人的問題 那所以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做資訊的公開 當然我們如果現在證明了 這樣子的方式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會增加風險 是幫大家省力氣的 慢慢的我們現在這樣子的 會議方式開始傳染到 跟我們有關係的一些不會 有些不會已經開始用這樣的方式 在開會了 可是還不是全部 那隨著這樣子越來越多 黑暗可能就越來越少 因為大家就越來越知道 政策它形成的履歷是什麼 但是也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每天情政院處理幾千案 可能只有一兩案 在用這樣子的方法處理 所以絕大部分 當情政院拍板的時候 你還是不能夠回去問說 開過哪些會 但是至少呢我們現在有些進步 就是說它用到的研究資料 它用到的一些參考的簡報 院會後的記者會 所有這些東西 這個是公開的 但是等全部的討論紀錄公開 這個還要一段時間 有一位朋友問說 在網路上回應網友留言的時候 要怎麼樣拿捏才不會 誤觸網民的逆鄰 網路上多的是 失言然後名聲炸裂的名人 可能因此更有名 但是很想詢問唐鳳文是如何 回網友的回應得已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就是說 我在看到網路上 對我的人身攻擊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他回錯的時候 或回得比較不好的時候 是因為他覺得那個留言 是在對他人身攻擊 那為什麼是因為網路上 很多時候你看不到對方的表情 他可能只是開玩笑 他可能只是就是 措辭不當 他可能本來沒有惡意 但是呢我們看不到他的表情 所以就會腦補 那腦補我們知道最補 腦補大補 但是補的呢 因為你沒有見過他 所以都是錯的 那所以因為這樣有關係 可能就把對方想成是很惡意 然後呢因此你就很神奇 很神奇就回一些防禦性的東西 那對方可能本來沒有那麼惡意 看得錯也很神奇 然後兩邊就這樣吵起來 那但是呢 為什麼我不會受這個影響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個我在加入那個之前 我本來是在矽谷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寫像Facebook 這樣子的社交網路 所以對我來講 所有在上面的東西 都是城市的產出而已 對我來講 其實絕對不會把它 personal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說我不會覺得 它是衝著我自己來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Facebook 接連沒設計好之類的 那這是一個看法 但是呢如果它上面指名道姓 就說唐鳳你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你為什麼不去死一死 什麼之類的 他已經寫到名字了嘛 這樣我就不能假裝說 這只是城市的產出了 因為把我名字寫出來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就要 另外一種心態來應對 我在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正是上班前一天 我有去跟我的這個其他同事 去做一些拜會 那有一位同事 他當時正在網路上面 有一些跟人起一些摩擦 然後呢他就跟我說 這個很簡單 你就把它想成精神上的按摩 那什麼叫精神按摩呢 就是說如果他罵你罵得沒道理 其實你看了也不會生氣 你如果看了會生氣 表示說他講到你以前的一些 心裡不舒服的地方 可能別人這樣罵過你 當時你心情不太好之類的 就是說這表示心裡有酸痛的地方嘛 那他按一按這個酸痛就消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把它看成是找到你 內心的那個酸痛點 然後呢找到了之後呢 這個你就不急著回 因為有時候你按了確實很酸嘛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想要砸電腦 那不要砸電腦 電腦很貴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就去泡一壺茶喝一下 或者我就聽一些音樂 總之就是讓自己開心 然後呢 所以這些字眼呢 這個下一次 我在看到這個字眼的時候 我就會記得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我上次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而且呢 我是就是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去回它 人身攻擊 就假裝沒有看到 欸 這個就叫認知行為治療 這個是有科學根據的 你下一次 再看到同樣人身攻擊的時候 心情就很好 所以我這樣一年下來 基本上網路上面 隨便講我什麼 我都記得我心情很好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不會口出惡言 然後而且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旁邊的人看也會學啊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上回的時候 你其實不是回給他看的 你是回給他旁邊的人看的 所以他們就會發現說 他花一百個字攻擊 人身攻擊 然後有五個字是有建設性的 唐鳳就只回那五個字 完全不會心神被影響 而且還會鼓勵說 你這五個字回得很好 那但是大家會一直花力氣 在網上打字 不外乎就是需要注意力啊 那因為如果你在平常 已經有良好的人際觀 常常打球 去公園散步 這個有很好的朋友 其實也不會在網路上酸人嘛 所以在網路上酸人 就是說你在現實生活中 得不到的注意力 想要在網路上得到嘛 只是說因為網路上得到 是空虛的 你要腦部 所以明天醒來還是很空虛 因為不是穩定的關係 所以只好繼續去酸人 酸民就是這樣形成的嘛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樣子我只挑 他有建設性的部分回 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得到注意力啊 但是他只有有建設性的部分 會得到注意力 這樣一次兩次 大家就突然都變得很有建設性 或者是說 就跑去別的地方玩了 因為這裡真的不太好玩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叫做擁抱小白 小白就是白目的意思 那個就是 稍微這樣子幾次下來 這些白目就會覺得說 對好像也沒有什麼罵人的必要 好好說話就好 所以這是很容易的 但我想這裡面的前提 還是要把它看成精神按摩 然後就是看到自己心裡不舒服的時候 就深呼吸 然後知道說 感謝他幫你找到心裡的酸痛點 然後慢慢慢慢就可以修行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人為Christine想要知道說 請問公教人員的年金的改革制度 有沒有在眾開講公告 民眾反應跟回復的狀況 能不能分享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眾開講公告 是從今年1月1日才開始的一個制度 然後呢 它公告的範圍是法規命令 也就是說是行政院部會自己決定的 以及貿易相關的法律案 國際貿易相關的法律案 所以以我的理解 年改會的那個結論 它是在今年1月1日以前做出來的 而且它提出來的公務人員改革 是從考試院提的 而考試院現在有眾贏了 可是當時還沒有這個法規公佈的程序 那整個年改會的程序 是在我入閣以前就規劃完的 所以我不是在切割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所有這些剷除是 我們這邊的程序 我們這邊系統還沒有完備的時候 他們那邊的剷除大概都已經剷除了 那但是這一次就是年改國事會議之後 還有一個私改國事會議嘛 那私改國事會議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這個系統就已經有了 所以接下來私改國事會議 就會用眾贏這樣子的平台 去把私改國事會議的決議 裡面哪些要追蹤的部分 如果要修改法條或修改法規的話 到底誰做什麼之類 從司法院那一端跟從行政院這一端 都會用這樣子的系統 讓大家能夠追蹤 所以我想就是說 雖然說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但是事實上是最願意溝通的政府而已 離最會溝通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那我們每一次就是稍微再多往前進一點 那私改國事會議是因為它形成的時候 我們這個東西已經開始運作了 年改的時候是還來不及 那未來如果軍人的部分修改的話 應該也是 它如果是從行政院提案的話 可能應該也是會公告 但是因為我沒有參加這部分的制定 我不清楚 但是絕大部分前面年改會的時候 是在我們這個系統成型之前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對於勞工的七天價 我的看法是什麼 剛好這是一個連署案 所以我就直接掉連署案的那個內容出來就可以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我其實不記得在哪裡 對 在10月25號 當時選的10月25號開會是非常有象徵的意義 因為10月25號就是七天價的其中一天 所以就是說大家是要請假來開會 然後這也是七天價裡面爭議比較大的一天 就是說假設這個這一天要放假的話 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這個每個人想法也都不一樣 好 那所以總之呢 我們七天價這個題目 我們的盤點是分成兩個部分 這位朋友講的是說 這個修法跟大家的訴求是大相徑庭的 那大家的訴求不外乎 我們那時候寫作會議 不外乎四個 薪資過低 勞動工過勞 企業不遵守勞基法 勞工沒有談派籌嘛 然後這個是問題 然後綠色是建議的解法 然後這個橘色是正在做的事情 那但是呢 如果是在講放假的這件事情的話呢 為什麼我們把它切開來 這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因為放假 國定假日法是 這個辦法是內政部的 已經完全不歸勞動部管 勞動部上次修勞基法時候說 勞工放的假就跟其他人一樣 由內政部定職 這個已經明文寫進去 當然多一天勞動節啦 但是即使是勞動節 也是在內政部那個辦法裡面寫的 所以呢 這兩個其實已經是不同的部位在管了 右邊是勞動部 然後左邊是內政部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在這邊講說 其實我這邊就不特別在念了啦 但是大家在講的是說 大家說這個 大家的工作的時數特別長 什麼之類之類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只算全職工作者的平均小時的話 其實台灣並沒有特別長 但是呢台灣的部分工時的工作者非常少 所以說如果你去算全民的工時的話 確實比它都高 可是那是因為台灣全職工作的人很少 很多 而部分工時的人很少 可是為什麼這樣 是因為台灣對部分工時或非典型工作 不是很友善 而且社會上普遍存在一個那個就是打零工 所以這個社會氛圍跟其他國家也不一樣 好 那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每年的休假天數的這件事情 其實內政部它同意說 那我們就去找經濟部 去找人事行政總處 找國發會 去做一個研議 看說我們多放一二三四五六七天 分別對經濟的影響會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回來決定說到底要怎麼放 而且還有朋友說 放的這個 假設我們最後決定要多放一天或兩天 它應該分佈在下半年 因為現在下半年的價比較少 什麼之類的 當時有收到很多這一類的意見 所以這部分我們正在認真的處理 那但是右邊的這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勞動部要做的事情 那勞動部要做的這一大堆事情 我們基本上那時候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盤整 所以其實我想要不要放假這件事情 需要先完成這幾件事情 然後呢這一大堆別的東西 就是勞動部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這是我們那一次協作會議的時候 做到的這個共識 那但是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當時處理的基本上就是齊天甲的這個部分 那當時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整個勞基法的草案我什麼我都還沒有看到 所以這邊就是專門對齊天甲的部分來處理 那至於勞基法就是最近才公告齊天的那個草案 我很坦白說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 就是這不是連署的話題 然後勞動部不是我讀到的部會 所以我有看到有些爭議等等 但是我真的沒有研究 不好意思 然後有一個朋友說想請問平台 如果提案性質長期偏向某部會主辦 造成承辦人的增加是不是造成容易博會 這個可以跟各位說絕對不會 因為負責準博的都是國發會 它完全不是別的部會在判斷 是分案分到部會之後 部會再決定處理 那當然我們理解到說很多部會 像最常發爐的幾個都是內政部啊 這個或者是交通部啊 勞動部啊 這些是什麼最多的 那有一些像什麼人事行政總處啊 或者是主計總處啊之類的 就好像一直沒有案子 但那是目前就是民生的提案 但是我們之後呢 會有一個公務人員的內部的政策參與平台 它跟重點是類似的 但是呢只有公務員可以用 那因為只有公務員可以用的關係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提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 或者是一些就是公務人員組公會啊 或者是警察跟司法官的關係啊 這類那這個時候這些對內的部會 就比較有事情可以做 這是我們下一階段的這個工作目標 所以第一它不會變得比較容易被駁回 以及第二這個部會的承辦人 如果他PO基本上應該專職做這件事 如果他資源不夠 那他就會開始去調更多二級三級機關的人進來幫他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開放政府聯絡人 即將要變成行政院它的一個要點 就是行政院級所屬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運作要點 就是給他一個行政院內部的一個等於一個規則 一個法源 然後讓各部會的POK拿著這個說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案子越多你就要給我更多資源 使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有一位Masahir說 有心人是創造無數人頭臉書帳號 在留言底下帶風向 影響政策執行或討論方向該如何處理 非常好的問題 那大部分的這個題目 其實只要在臉書上發銷 都會有類似這個情況 那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說不要用臉書 然後這個盡量多用join平台 或者我們其他的平台 V台灣平台或之類的 真的啊 因為我們是把它設計成 我們這幾個平台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萬人來 你的意見一樣 那你就只是一張便利貼 你有一萬人按讚 這個slido上面還是只有一個東西 我們這個在police就是這是另外一個我們常用的平台 它是我們當年處理Uber案的時候用的平台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我們在police上面 當時我們在處理Uber案的時候 確實有人去動員啊 他們動員這個500多人來 然後兜頭一樣 可是500多人來兜頭一樣 它在這個上面還是只有一個點而已 就是說我們用的這幾個工具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不怕洗板 你有多少人來 因為這不是算人頭的 所以它看到的它是它的多元性 它看到的不是它的人數 就算這邊的這個數字不是551 是5510 都沒有差別 對我們來講沒有差別 它面積也不會變大 因為這個東西在算的是它的多元性 左邊覺得搭乘有風險 那邊覺得沒風險 很透明 而且很嚴謹 而且如果不趕時間 他們都會叫Uber 底下的這群人覺得交通部不應該介入 但是上面的這群人覺得應該要納稅等等 但是這個平台的好處就是說 你只要按共同意見 你就會發現說 所有人都同意應該要保意外險 計程車責任險 然後審核人員 然後應該有一個公平的新的規則 應該要因地質疑等等 所以就是說 這些平台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即使在臉書上 大家看起來吵得不可開交 我們在臉書上不會花時間去說 其實我跟你80%的意見是一樣的 我們一定是強調那個20%意見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吵得要命 可是事實上 大家都同意某些很基本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弄的平台就是 是把這些基本的東西找出來 然後就跟大家說 你如果能夠說服所有人 我們就拿這些去跟Uber談判 我們就拿這些去立法 我們也真的立法了 然後Uber現在合法了 可是別的計程車車隊也開始 像Uber這樣子派車了 就大家在一個公平的情況 Uber也只用有職業駕照的司機了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解決的 但是我們如果一開始是用臉書 然後大家來洗版的話 我們根本收不到這些共同意見 所以我對臉書並沒有什麼惡感 但是它在尋求共識上面 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有位朋友說資安的這個問題 現在日漸重要 而且不但是資安 政府有很多網站用很久沒有在更新 會不會有心人士有機會去入侵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計畫 叫做RAID RAID.pds 那RAID就是 為什麼叫RAID 是因為我有一個座右銘 叫做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 對不對 所以所謂這裡的缺口意思就是 政府網站做得很爛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光是什麼呢 就是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來拯救國家 那所以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見習的一個專案 就是說我們今年先試用15個大專的學生 然後也是附他們攻讀的這個時薪 然後呢 但是他們不用來我們辦公室上班 他們來有一些基本訓練 吃吃披薩聊聊天之後 所有人就回家了 很多人在高雄 在台中在很多地方 他們在家裡做的事情就是在遠端 去看所有的政府的二級機關的網站 當我說所有的時候 它的意思真的是所有 法務部底下就一百個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所有這些學生 正在看所有的網站 然後呢 那這些我不知道大家對什麼比較有興趣 但是 他比較說 有人看到我們行政院本身的首頁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我們賴立維同學正在看 然後呢 他發現有一些表格會跑板 他發現某個地方顯示出來有問題 等等等等 他結了很多圖 找到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又不能用的外掛程式之類 那這個是一般生 就是他看到有問題 可能有資安的疑慮 他有一些東西外洩什麼東西 他把它截圖下來 這是有十位朋友 然後呢 有五位朋友是資訊生 他本身就是開發者 所以他看了這個之後呢 就直接說 我們如果要請廠商 來修這個網站的話 他到底需要做什麼事情 才能夠去修復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網站都是這樣 包含榮總 因為這個也算是網易的政府網站嘛 然後呢 就有一位朋友說 這個要怎麼樣去修正啊 或者看不看得出問題啊等等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做的是這種 最基本的 它的顯示上 以及顯而易見的一些跨平台啊 等等一些錯誤 但是呢 我們在明年 如果這個模式可行 那可能就不是15個學生 可能就是150個學生 大家就可以分下去 可能針對資安 針對盲人的無障礙 來針對英文的網站部分 針對一堆有的沒有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分頭下去看 那也有朋友 這樣看完之後 他就發現很用心 他也覺得說 他不知道政府 竟然有這麼多服務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我想是教學相長嘛 就是說 當他們留下一些 有建設性的意見 這些部會也會 回去聯絡這些朋友 很多是學設計 或者學資訊的 那他也可以再提出更多的建議 去讓這個網站的更新 變得更容易 然後變得更好 那所以就是說 資安檢查 我們院資安處 又在做 每個部會會有資安的人力 但是資安不只是 它會不會被入侵 資料會不會被外洩 會不會加密 這個我們都有處理 不是技術上的 它還包含是 我們主觀上的這個信任感 那這個東西也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部分是需要 設計的專業 那我們這部分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目前在處理 有一位朋友問說 民眾提議的意見 要具備何種條件 才會被政府所接納 非常好的問題 基本上大概有三個權重 三個可能性 一個是說 你提出來的就是你的親身經驗 而這個經驗是政府的成敗人沒有的 這個時候很容易被接納 因為你等於是在補充一個 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像剛剛那個演藥水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 你既然提出來的這個意見 你比他專業 好比像說 像那個報稅軟體 那個提案者 他本身就是MAC的使用者的設計師 所以他懂的東西 工部門都沒有人懂 那所以這個時候 不是他的親身經驗 可是他在這個題目上 比大家專業 所以說雙方都有經驗沒錯 可是他比較懂 這個時候 他也會被接納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 你提出來的東西 雖然這邊也懂 也有專業 但他不知道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可以解決很多人的問題 他可能覺得這是一件小事 但是如果這邊提案是說 不是這是一件大事 好比像剛剛那個Facebook的 那個購物的 那個自救會的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公平會 消保會 這個交通部 警政署 零零星星都有接到一些 這樣子的報案 可是他們同時 還在接一大堆別的案子 從他們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並沒有比較嚴重 因為被騙的錢也蠻少的 這畢竟不是什麼跨國洗錢 所以從他們角度來看 他們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定要優先處理 因為他們平常要橫向 也不一定有聯繫 但是當這邊突然 五千人集結起來 六千人 然後說我們都是受害者 那這個時候你提案 這邊就會覺得 我這樣不是只解決 一兩個個案的問題 我是解決五六千人的問題 這個時候他也會很願意來處理 所以就要嘛你知道的事情 他不知道 要嘛兩邊都知道 但是你懂 他沒有那麼懂 要嘛就是兩邊都知道 都懂 但是你知道 很多人有類似的經驗 但是他不知道 這三種情況下 幾乎都一定會 至少部分被採納 但是如果反過來講 就是說 其實政府不會 已經知道很重要 而且也已經很懂 而且已經有第一手經驗 但是因為某個原因 他就還沒處理 那這個時候 你提出來 大概不會得到參財的結果 所以我們目前有進入 協作的會議的 大概有一半到最後沒有參財 大概有一半到最後有參財 那我自己歸納了 大概就是這三個因素 有位朋友說 這個關於公民參政的平台 是不是把參與互動 永遠記錄上來 這確實是有 我們所有的這些連署案啊 或者是這些討論案啊 這些東西 它都是有批次下載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 當你想要知道所有複意 或者所有討論 所有這些 目前這只有一個複意 現在不是很好的例子 好 比方說 這個檸檬車法案 就是你如果買了車 然後它一直修都修不好 那車上應該要想辦法 這個讓你能夠退貨 不受三十天的限制 那這些所有人連署的這個理由 你就可以按下載複意名單 然後包含他們複意的理由 什麼全部都可以一次下載下去 同樣道理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視覺化 來看到說 某些地方的人特別在意 他買了車之後要退 不過這個其實算是蠻平均的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這邊 它盡可能都會有開放的資料 同樣道理 來監督這邊的那個院列館的清單 也是從開放資料平台來的 眾開獎這邊 也是從新政院公報的開放資料來的 那所以所有的大家的這個互動 都可以批次下載 唯一會被隱藏的 就是它的提案 不被接受被駁回 那像這樣子的就是 好比像沙威馬鞍 就很不幸遭到了這樣子的處理 所以你現在就找不到沙威馬鞍了 但是除此之外 都是公開的 然後也都可以批次的下載 各位朋友問說 最近有聲音希望政府要管制 或者限制提點子的範圍 委員的看法 我們其實就本來就有一個要點 就是那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要點 那個要點 其實你把範圍定義得非常清楚 簡單來講 就是它如果是中央各部會 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的權責範圍 我們就知道 如果這個完全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如果這個是立法院 監察院 考試院 司法院的權責 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如果這個是總統權責 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就這樣 所以這個要點其實已經非常非常清楚的規定了 大家之所以就是覺得會需要限縮 是因為有一些案子呢 它處於這兩個中間 就是說它有一些是中央的 有一些是地方的 好比像說最近有一個提案 很不幸被駁回了 我覺得其實它只要稍微修正一下 它的提案的內容 它是不一定被駁回的 它就是希望每一個都市的捕風捉舌的 這個東西回歸那個農政單位處理 對不對 不是給消防隊處理 那但是其實每個縣市 它這個派的原則是不一樣的 嚴格來講這個是地方的東西 但它如果把它的提案稍微修正一下 是說我希望農委會制定一個什麼原則 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突然就變成中央的了 所以說很多時候是看你的措辭 如果你的措辭是在這個守備範圍之外 那就會被駁回 可是那並不是衝著你來的 而是說你要把它寫成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可以做的事情 那以前這個不是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有一些擦邊球 有的過了有的沒過 造成了一些困難 而且很坦白地說 自從八加九十去案之後 我們每天的這個提案量成長了七倍 所以這個檢核的朋友這個 目前確實每一按花的時間就比較不夠 但是這些我們都已經在想辦法解決 所以未來這個範圍它只會越來越明確 但是並不會去調整 就是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的權責 做了我們處理的範圍 法條的建議 比如像Whistleblower揭秘者保護 是否可以在平台上提案 可以 可是它這樣子提完之後 我們最多就是行政院出一個院版的法案 給立法院參考 立法院要不要過 還是立法院的自由 所以這沒有辦法 就是說如果你提的東西 是我們韓式法規命令預算可以處理的 我們處理完就生效了 但是如果是法律案的話呢 就比較困難 不過呢自從十去案之後 我們有觀察到 只要平台根本沒有成案到兩三百 立委助理就會看了 大概到一千 立委助理就會抄了 就會變成他的質詢題目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平台 已經變成立法行政共用平台的這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這邊根本還沒有成案 但是立法委員就已經可以拿去說 我覺得什麼什麼亡民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好事啦 就是說這邊就算湊不到五千人 只要某一個立法委員忽然覺得說 這個可以有亮點有政績 讓他連任比較容易一點 他就會拿去變成他的提案的法案 所以現在也多出這條路可以用 大概是這樣子 有位朋友說公開政府是不是不應該再有密件的公文 現有的密件也應該要解密 很好的問題 我自己是覺得密件它在國防外交兩岸的這個上面 我其實並沒有奢求它都要解密 這個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國防外交兩岸處理的原則 我覺得那個是可以大家討論的 是可以大家處理的 這個其實就是當時318的時候 大家在佔領的時候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去談判什麼貿易協議 我們都可以了解談判過程 不應該全部公開全部解密 因為你底牌亮出來你就不知道 這個對方就知道你底牌是什麼 但是你手上要有哪些牌 哪些是底線哪些不可退讓 情緒是什麼 這個是通則 通則應該是可以討論 甚至應該要有法律明確規範的 你有這個之後上去打牌的人 他就知道哪些牌可以打 哪些牌不能打 打的順序是什麼 那最後談成了 再來去討論要不要這個擬稿階段公開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我沒有辦法一次走到完全沒有密件的程度 但是我確實同意說 如果大家養成一個就是留下完整紀錄 而且知道解密對自己不會有傷害的情況 確實應該多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然後多用行政程序法 然後把盡可能多的東西解密 至少當他定案之後 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 有沒有違反我們當時所制定的 他上牌桌去打牌的這個原則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有位朋友說這個 開放網路平台參與至今人民提案的質量 是否有所提升 我可以很確定量有所提升 就像剛剛講的最近就成長了七倍 好 那質有沒有提升 我覺得也有耶 因為我們的協作會議我覺得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告訴大家 行政部門是怎麼想政策的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大家平常好像覺得說政府是一體的 政府只有一個 但是完全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幻覺 就是說每一個部會有每一個部會 它的守備範圍 如果超過了部會的守備範圍 那這個東西它就要重新去釐清 重新去擬定 所以之前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提案 它包山包海 然後導致我們很難知道主的部會是誰 或者應該怎麼做 可是我們越來越看到 因為我們所有這些案子處理都是公開的 所以它會從之前的案子學習 它就開始指明說 我要弄委會做這個 我要衛福部做這個 或即使沒有這樣子寫到那麼細 它也會說我有訴求12345 我知道訴求123可能行政院不能處理 但是你們至少把45做好 所以我們開始看到 會比較有公共行政概念的提案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平台可能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並不是哪些案一定通過 哪些案一定不通過 剛剛說進了協作 通過只有參賽只有50% 但是重點不是這50% 另外90%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很詳細的去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現在還不是時候 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通過大家的這個提案 而且不管它提的再 我就不要講一些負面的形容詞 再有趣 我們都會花力氣去解釋說 這件事情的效益是什麼 即使是沙威馬這個等級的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公共行政它有一個程序 有一個次序 那這樣子每一次每一次 大家的那個品質 我自己是覺得有所提升的 另外朋友問說 政委品質要出的問題這麼多 怎麼做時間管理 才能夠把這麼多工作來做好 其實很簡單 就今日是今日必 我每天睡前 我的電子信箱一定是零個郵件 我是全部都回完才會去睡 那所以反正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你一拖 你到隔天其實已經不太記得 你昨天在想什麼了 所以那處理的那個 脈絡切換成本就更高 那我以前是會用一個叫 番茄鐘的工作法 就是說我按一個鬧鐘 它是24、25分鐘 那我這25分鐘我就不看手機 也不做任何事情 我就專門做這一件事 那做完之後我就休息個五分鐘 然後再做下一件事 等於就逼自己專心啦 那但是我現在就已經練到說 當我看到時鐘到30分到0分的時候 我就會那個生無時鐘就會自己說 這個好像中小了 我們應該要下課了 這樣子的概念 例如像現在 OK 我們表弟時間好像是到現在 那所以接下來的四個部分 我想我就沒有辦法詳細回答 我就很快速回答 一個是說網軍負責帶風向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不認識所謂的這些網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也許有也許沒有 那他們並沒有來找我 中文平台有沒有最不滿意的案件 目前好像還好 我覺得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回的時候過於簡略 或是說它底下回了很多 可是一開始官樣文章看太多 大家根本看不到最底下 那這個我們內部有開一些新聞寫作的課程 大家都在進步 有沒有使命感或者理想要實現 沒有我就是做好玩的 所以就是說我就是做好玩的 對我來講並沒有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我是公譜的公譜嘛 所以如果別人這個有各部會的朋友 就是願意用這套方法來創造亮點 來節省時間 然後來降低風險 我覺得我是很樂意來分享 那這個感覺是什麼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好大概就這樣 我們算是準時結束 對不對 好謝謝大家 這位是很嗨棒的現場 當然沒問題 等朋友再問一些問題 來大家機會很難得 那這場朋友歡迎大家來 那看有什麼問題可以勿民堂振委 謝謝 請說 好沒有 只是想要就是講一下剛剛那個 彈光 有沒有看到那個新人的演化 我覺得那個遊戲做得非常好 我很喜歡 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 什麼問題 對 如果這個打一下廣告 這個東西就叫做新人的演化 那它其實不會花大家多少時間 大概30分鐘 有空可以玩一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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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問題 其實駭客精神大概簡單來講 就兩個 一個就是說 不相信階層 那話別像說 我碰到所有的公務同仁 我都是說叫我唐鳳就好 不要叫政委 不要叫長官 叫長官我就當作沒有聽到 那所以這個 我想大家 一開始是確實花一點時間適應 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其實並沒有獨到任何部會 所以我不是任何人的直屬長官 那所以他們就算叫長官 也是叫禮貌的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大家平等的這樣對待 我覺得是很有幫助的 那另外一個駭客的這個思維就是說 我如果很了解某個系統 我會開始看到裡面的缺陷漏洞 這個時候黑帽子的駭客 就會開始很自私 去用這個漏洞賺點錢 什麼東西 白帽駭客就是說 他看到漏洞之後 他會去通知這個人 說你要怎麼修好他 那我是都不是 我不是白帽也不是黑帽 我沒有帽子 就是說我看到這個系統的缺陷 或漏洞 我的想法就是 我會做一個新的系統 然後這個系統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有人想要用新的系統 就來用 那如果沒有用的話 我也不強迫他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就不會格格不入 因為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我沒有壓著他 是他覺得這一套適合的時候 他再來用開放政府這一套 反過來講 如果他覺得這是外交國防兩岸 他根本不想用這一套 那這樣我絕對不會下個命令 叫他用這一套 所以目前我們相處還是要融洽 大概這樣 還有人要發問嗎 還有人要發問嗎 所以他覺得很不錯 非常好玩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現在人口老化 我們有很多年長的人 甚至中年以後對於網路 或者是一些新科技的接受度 或者是操作能力都並不是很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開放的一個討論 其實會比較服務到 比較年輕的Generation 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一種 政府對於比較年輕的族群 或者是他們的一種 另外一種 supplementary的一種 政策上的協助 補強我在原來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政策問題討論之外 更名聲或庶民的部分 可是人口老化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大 那他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他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來去呈現他的一個說法 那我不知道您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您是定位說 我今天主要是服務網路商 對於這種能力 網路資訊能力比較好的 比較願意透過這個來處理的 那您對於另外那一大票 他可能有很大的需求 那個要怎麼來去面對這樣 這個我打個廣告好了 就是同一個我們這個系列的下一位講者 呂嘉華老師 他會給一個非常完整的回答 因為他在眾人平台操作的一個案子 就是台北市的公共住宅 特殊身份保障戶的分配機制 那當時他們的這個承諾 局長的承諾 就是要所有的這個特殊境遇家庭 65億歲以上的老人 受家庭暴力性侵害受害者及其子女 原住民、災民、遊民、身心障礙者、感染HIV 的這些人透過這樣子的開放政府的程序 來決定社會數字來怎麼分配給他們 那顯然這些人不可能是我們想像中 整天在上網的朋友 他即使有手機 他即使有連得到網路 顯然做的事情也不會是跑來上面討論公共政策 那所以這邊就是先 我先快速的回答 但是實際的詳細的操作可以問嘉華老師 那這個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叫做輔助式公民科技 意思就是說網路只是拿來放記錄的 我們還是透過社工透過家房透過滾動式問卷 透過所有一切這個社會學系能夠使用的方式去碰到這些人 但是呢我們怎麼做呢 像現在這個攝影機它是放在這邊指拍這裡 但我們現在開會像我們去澎湖大禮堂 我們攝影機是一顆球 他一次拍所有地方 他根本不用人運鏡 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在場的人 他就是用他自己習慣的方式講話 那如果這邊像有些身心障礙者 他們根本就是在家裡 他只能看直播 那我們就請他的這個社工或造福員 幫他放直播給他看 把他講的話幫忙打進來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裡面如果有一些別的障礙者 你要配手語 你要配幾時的字幕 所有這些技術都要進來 那但是這些技術的目的是 讓這些人能夠在自己最合適的時間 用最合適的方式 不管他當時有沒有空 或者他要事後補看 然後再跟我們講等等 也有人轉譯給他聽 就是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那個 就是照護型的技術要發展 但是呢這個仍然不影響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最後收集出來的議題手冊 最後讓這些朋友們面對面的能夠 甚至有原住民的朋友就直接說 我聽完這些這個照顧自閉症的小孩什麼 我覺得他們比我更可憐 我願意讓一些配合出來等等的 這種審議民主的這種效果 但是這不是靠網路達成的 但是網路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以讓當天不能來的人好像在現場 他可以讓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同時參加 那可是他只做這件事 他就不會在網路上面去投票 去什麼政府啊 slido啊 這種東西都沒有 他就是專門就是把這種輔助式的東西 帶到這邊然後給他一個拘束力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 公共行政學的一些題目 我就不能講太多 不過好 再有下一場 所以可以回家華老師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從剛剛這場演講這樣聽起來 感覺上您在政府的內部 對政府內的成員 在做一種推動一種數位化的行動 那我想知道說到目前為止 您在面對政府內部的 政務官和事務官的情況 在推動這件事的情況下 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完全沒有挫折 因為我是願者上鉤 我不下命令 所以如果他不想開放 他不來找我 我到現在都還不認識他 反過來講他如果想開放 他必然只有三個原因之一 如果他是政務官 他想要創造一些亮點 這會是他的政績 他如果是事務官 他會想要降低風險 因為大家在網路上討論 面對面討論 總比在馬路上 用擴銀機討論好嘛 他如果是承辦人 他會想要減低他的負擔 因為他這樣來回一次 比他回一千個人要省力氣 所以不管是創造亮點 還是降低風險 還是降低負擔 他們各自都有 行政數位化的動機 所以我其實不需要去傳教 他們本來就有這個動機 之前缺的是說 他們自己這三個動機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要導入一個技術 而不能同時滿足這三個人的時候 那就會產生說 一降功成萬古苦的這種狀態 或者反過來講就是說 明明可以簡化行政流程 可是因為沒有亮點 所以他堅持不到資源 或者反正排列組合自己算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情況都會發生 但因為我們這邊提出的是 一整套系統 而且他一定同時照顧到這三個 所以在部會裡面就比較好推 模式也比較好複製 但是當他不適用的時候 像外交兩岸國防 沒有人來找我 目前真的沒有人來找我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非常感謝討論真為波榮 來參加我們這樣的一個座談 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跟我去年一直以來 做這個join平台的研究有關 其實我去年訪問了非常多 就是我們部會裡面的公務人員 問他們對於公務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在他們業務處理上面 對回應民眾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當然正面支持的朋友有 但是也有一些聲音 其中 就這麼多人大家共同的其中一個聲音是說 其實這樣平台增加了他們很多的工作量 而且這些工作量裡面 有時候他們會覺得 沒有太多實質的這種產出出來 因為他們花很多時間解釋問題 但是就沒有解決幾個問題 而且抬起了他們的一個 原本應該要做的一些工作 因為原本的工作還在 可是他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這個 那我不曉得說 就這個政府內部管理來講的話 面對這樣的一個公務人員的聲音 我不曉得目前的作法是什麼 對 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有PO制度 PO制度並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一個東西 PO制度它是 我在上任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去把所有正在處理這種公民連署的 部會的朋友們 調到一個類似共識營這樣的一個地方 一個工作坊 大家討論之後 當時也是江華老師 然後還有Peggy 我們幾個人幫忙去問 這些人正在碰到什麼問題 所以就跟您剛剛一樣 我們用這個KJ法 大家貼便利貼什麼之類 到最後就凝聚出說 排擠他們的時間 他們層級不夠都只能解釋問題 而不能解決問題 根本沒有足夠多的資源 每次碰到人都不一樣 之類之類 現在他們把所有的問題都提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我自己 就是當初為什麼要有PO制度 就是為了要讓這些第一線的承辦人 他們的浪費的時間 可以不要是浪費的 而是我們讓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人跟join Trump是不一樣的 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檢任官 然後都是常任文官 意思就是說他們大概都是可能主命 這個等級 在部會裡面能夠調動的資源是可觀的 而且我們在那個要點裡面又說 他直接往次長或者資訊長報告 意思就是說他如果要形成政策決定 他打個電話問他老闆 那個就是政策了 所以說為什麼PO是這個層級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他就可以授權 他的承辦人 他的窗口不只是解釋問題 而是解決問題 這個時候這個主觀的榮譽感 他還是花一樣多時間 但是他的回應就是我們解決你的問題 而不是這個問題我們愛莫能助 謝謝指教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對承辦來講 他真的有審到他的力氣 但是對中層的這群PO而言 他們一開始接的時候是覺得 這個風險是很大的 因為如果一下子沒有弄好的話 你回一個人的院長信箱回錯了 只不過他罵罵你 你回五千人回錯 那個是另外一個等級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很願意接受我們的一些協作的 就像剛剛沙威馬的那樣子的一種案子 等於是說我們帶著他們去說 街上看起來報名很可怕 可是當你要五個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好談 那目前為止 像七天假我們跟龔鬥要進行了討論 在澎湖案裡面我們跟環團進行了討論 接下來八加九 我們要跟同派跟獨派的朋友進行討論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台灣比較大的幾個政治勢力了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如果這些都處理過 而且都讓PO看到說 你看這些朋友也很溫和 的時候我想他們就不會有那麼大的風險的感覺 然後當然我們不管幫橫春爭取到了橫履醫院的擴充 幫這個小學生減軍渠道的眼藥水 有更好的報稅軟體 澎湖南方四島海洋公園的問題就解決了等等 這些對政務觀這個亮點是很明確的 對 那所以就是說這三層都滿足的情況下 壓力就不會都集中到Joyne的承辦人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Joyne第一年跟第二年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這些承辦人不會再覺得這是他額外的工作而已 這樣子 但是不表示說如果有人說我們要跟加泰隆尼亞建交 然後跟外星人建交或什麼東西 這些時候大家不會覺得說這個檢核真的還是花了一些力氣 但這個盡量果發會把它吸收掉 就這樣 委員您好 您剛剛提到像PDIS 然後這個realtimeblog這些網站 您都運用來作為一個協作或者是公告 或者您說紀錄的一個地方 那是不是在哪一個地方可以看到您的這些完整的這些工作的成果 是不是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一個英文網站跟一個中文網站 中文網站是目前還在測試中 是jk.pdis.tw 那中文網站就是pdis.tw 那個jk就是我們正在加 但是未來這個網址還是會通 那所以這是jk.pdstw 這個是中文的 那這個是英文的但是有中文翻譯 那我就先講中文的好了 中文基本上就是行政公共書會創新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工作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七天假的過程 雙胞胎的過程 恆春案的過程 然後 什麼 教師行政工作減量的過程 檸檬車的過程 什麼這些東西 那在右上角有一個工作紀錄 工作制是我們自己寫的類似報導 那但是工作紀錄那個就是road data 就是我所有的主字稿啊 YouTube啊 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在這邊去看到 那我們怎麼做這邊就是在您剛剛說的 我們怎麼用虛擬實境 我們怎麼用焦點討論法 怎麼用看板 怎麼用real time book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jk.pdstw是我們正在測試的中文網站 那在這邊基本上也是類似的 但是我們這邊會多寫一些我在電競案 在國菜家看板案 在中央災訪的這個案等等等等的一些 比較是技術上的貢獻啦 那在這邊主要是開放政府程序上的 大概這樣 謝謝 謝謝 還有人有要發問的嗎 唐茂先生好 剛剛因為我裡面有提到有人在現場問的 關於年金改革 關於說能不能在那個愛開獎 好像說 那我這次也是說就我所知 我把我所知道一點點的信息 就在這裡跟各位在座的做一個分享 那年金改革這個東西就是蔡總統去年5.20就任了以後 然後體制外或者是說我們用一個說 另類的一個公共問題的一個研議跟推動草案的一個解決機制 那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的農曆過年期間 大概七八至少七個月七八個月的時間 終於有一個所謂的連改會的版本出來 那連改會版本出來以後 怎麼進入我們正式的公共政策的合法化機制 或者是說我們法案正式的修法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部分呢 第一個我要分享的是 在這個案子上面的話 第一個 我們看到的是行政院跟考試院 兩院沒辦法同心合作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很重要的是 行政院不願意提案 行政院沒有提案 那最重要的時間點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行政院跟立法院的民進黨黨團 那時候是林希耀副院長 帶林萬億林政委到立法院去跟柯建民他們做了一個協商 正式的結議是出來以後 說行政院官方的說法是 我們兩院行政院跟立法院已經有共識 行政院不再表示意見 就是以立法院的黨團 意思就是說行政院不提案 連京改革行政院不正式提案 那柯建民官方的說法也是正式的活動 是說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版本 連改會的版本就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版本 但是保留立法委員個別連署提案以及修法的空間 再來第三個重要的是 考試院沒辦法跟行政院意見相同 但是考試院最後在今年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3月30號 考試院正式提案 就是公務人員 叫做公務人員 退休之前 退休 退休 撫系法草案 送到立法院去 這是第三個重要的信息 那最後呢 送進去以後3月30號送進去以後 這是官方的版本 就是考試院的版本 接著下來有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個人大概有名的就是段依康 段哥哥的一個版本 那後來就從3月開始一直到最後 到最後出來三讀通過那一天是6月27號 名稱修正成為公務人員退休之前 虎系法 那6月27號 然後6月27號以後 總統8月9號公佈 明年7月1號正式上路實施 那修正通過的版本呢 是大部分是聯改會的版本 不過少部分呢 是比聯改會的版本還要 如果就一個中道的行動詞來講的話 改革的力道 改革的程度 是比聯改會的版本還要更嚴厲一點 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段康 段委員的一個版本 所以我就所知道的這個聯改會 就是公務人員年金改革 那公務人員的定案以後不到一個禮拜 那公立學校教職員的部分也是一併 前面公務人員怎麼動 那教育人員這部分 公立學校教育人就是比照就這樣過去了 所以那就很寬 也就是說 當前公部門的三大 我們往例上 口頭上經常講說軍公教 那這一部分呢 第一個定案了 公部門定案了 公立學校的老師一個禮拜以後也跟進定案了 那軍人的部分呢 那就是有另外一個考量 到目前就還在 還在 還在 還在意吧 就是就所知道的 提出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謝謝 謝謝 從我還沒入閣到農曆年年改會結束 我從頭到尾 關於這個案子被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直播找哪一家廠商比較不會斷線 除此之外 我真的完全沒有參加 所以很謝謝您的分享 因為政府有依政府平台 可是它訊息有很大成長空間 譬如說政府做了很多 包括南向政策 包括中長系列書 或者那個 還有很多研討會 大部分在北部地區 除非有報名 有台北貨資料 而且他們說小眾傳播 會後根本不需要提供電子檔 像一些中南部朋友就沒有報名 如果沒報名的話 根本沒辦法參與 也無從得知 會後通常不會再有任何訊息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 通常認為是只是煙火性質 把專案做完就是兩次了 沒有後續的延展性 沒錯 謝謝 同樣 但是我自己同樣就是我只示範 我不命令別人怎麼做 我自己 因為我現在負責社會企業相關政策 所以社會企業大家知道的是 就是說有一個社會環境的使命 然後運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不管是公司或基金會 或者是協會 或者是合作者 那它既然是解決社會問題 其實台灣社會問題 台北或者雙北的那個社會問題 相對來講是比較單直的 但是中南部的社會問題 每個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創新其實常常是發生在各個不同的角落 所以我們社會企業行程 我目前的做法 就是說我固定每兩個禮拜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14天 每雙週的禮拜二 我就非常非常固定的去行政院的中部 雲家 南部 東部 四個聯合辦公室 然後去跟當地的社企去討論 那我第一次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這三場 都是所有跟社企相關的部會 八個部會一次排開所有人都在 然後任何人問問題 保證當場一定有人可以回答 因為所有部會都在 那這個就跟剛剛協作會議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真的很花成本 部會 從部會角度來看 每兩個禮拜就要派八個部會的人 到這些地方 簡直是就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在我們遷都以前 我們現在解決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派最少程度的可能四個人去巡迴 但是所有其他人都在台北的一個叫空總 我們在空總有個叫做社會創新實驗室 專門是為了設計設計的一個空間 我們把那邊的直播環境弄得很好 所以就是所有這七八個部會的朋友 通通都到空總 然後呢 我自己 我在這些聯合服務中心 然後呢 這邊在地設計的朋友一問問題 像上次才有人問說 我是一家基金會 我能不能用基金會當作發錢去設立公司等等 那商業司的朋友 內政部的朋友 衛福部的朋友 馬上就從台北連線聽到 然後馬上回答 我們現在是用這樣的方法處理 那我們同樣也是用類似360的錄影 或直播這種方式 所以任何時候 就是你可以報名之外 你想要看我們之前的每一場 做了什麼事情 同樣你就是按主自稿 然後你同樣的就可以用全文檢索 或用其他的方式 來看到說 我們之前每一個政策形成的過程 設計家各自提了什麼問題 白板簡報等等 是怎麼做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即使我們去雲家南 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還是有一個成本嘛 所以他第一次來認識我面對面之後 甚至他可能甚至在家裡 看我們的直播 然後用slido提問題 對他就夠了 因為他已經認識我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讓所有部會都習慣 這種遠距離工作的模式 我們也兩個禮拜這樣子巡迴 那同樣我們院長也開始從 應該下個禮拜開始嘛 就從台灣最南邊開始 一路這樣往上 每個禮拜五去一個縣市 同樣也是這個行動內閣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想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部會的辦公 場所搬到南部 雖然像海委會好像在高雄了現在 但是我們就讓大家習慣說 第一個首長像政委或者次長或院長 是可以到處跑的第一個 那我們有雲端的辦公的困難 第二個所有這些事務的人員 他可以遠端備詢 然後大家在問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在線上call in 我們現在先試到這個模式成熟了 那未來如果真的立法院搬台中 或者怎麼樣 我們這樣才真的能夠做備詢 不然的話就是每天大家都要這個高鐵 也都搭不完了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真的會去設計 可能沒有辦法短期一兩個月 就變成前都或者是改立法院 或行政院的位置 但我們會希望說能夠做到 不管你人在哪個角落 你參與的程度是差不多的這樣 那我的問題說 那個80度對辦理討會 可是問題是所有到現場的資料 可是會後都沒有什麼資料 對…我了解 但我在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直播 你回去看直播就相當於那個資料 對…那這個就是我們最近親自會 就是賴院長主持的第一次親自會 大家的一個訴求 就是說以後部會如果發新聞稿 那個新聞稿應該直接把簡報當附件 所以至少你找到那個新聞稿 它一定不是在中央社CNA 就是在我們行政院EY 那你找到這個當附件之後 你就一定可以下載 那這個部分發言人已經答應了 所以其實你如果看我們最近行政院的研討會 或者是的一些公共政策會 像什麼賴魁提出六大對策 什麼東西的這些新聞稿 或研討會新聞稿 你就會發現說 它裡面不只有這個新聞稿 它還會有大表 會有簡報 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有在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也請中央社記者 有盡可能再幫我們多留一些紀錄 只是說院跟中央社改是很容易 那地方政府可能一下還沒有辦法到這樣 但我們慢慢推這樣 謝謝 非常感謝唐鳳振偉 百忙之中波榮來我們空大 非常成功的舉辦這一場演講 更感謝非常多的好朋友 這晚上的時間波榮先來我們這個場所 來聆聽這麼精彩的一個座談 那是不是也給唐鳳振偉 也給自己一個掌聲謝謝 謝謝 那今天聽得這麼精彩 我想大家收穫良多 那也拜這個資訊工具的功能所賜 那我們的座談都有錄影 所以將來大家還要再回味的話 隨時可以再上網聆聽 那我們也時間的關係 今晚的這個座談就到此結束 再次謝謝大家的歷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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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